盘点了七款全球著名的反器材狙击步枪 那么什么是反器材狙击步枪呢 其威力到底如何 在战斗中能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呢 电影《新特警判官》 是一部科幻题材的电影 电影背景是在未来一个 充满犯罪和暴力的城市 两名特警判官作为执法人员 进入了由贩毒集团控制的大楼 在一场打斗戏中 毒贩头目为了消灭两名特警 动用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 这种武器的外貌 虽然很像老师的多管技巧 但是射出的子弹穿透里惊人 这种武器口径并不大 但是发射出来的子弹 可以轻易地穿过 由钢筋混凝土做成的墙壁 射上强体背后的目标 而且这种武器射速也非常快 让掩体背后的目标几乎无处可藏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在疯狂射击后 这种武器几乎将一层楼打成了马通波 这种场面虽然只是出现在科幻电影中 但是在现实世界 是否真有枪械可以用如此快的速度 打穿多重钢筋混凝土 甚至是一些坦克的装甲呢 电影当中这种武器的性能 当然有很多的夸张的成分 不过在现实当中 反狙击步枪确实能够穿透装甲车 穿透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岩体 虽然不会像电影里那样火光四射 但是威力也是相当惊人 比如说二战当中使用的L39 就是具备非常好的穿透力 来看一看 L39反坦克步枪由芬兰设计 口径达20毫米 该枪采用单发发射方式 由射手和弹药手两人小组操作 从外形上来看 L39全枪长达2.24米 紧枪管的长度就达到1.3米 全枪质量重达57.7公斤 被誉为强中大象 为了支撑这个大块头 和满足在北欧雪地里使用的需要 它的枪架设计得如同雪橇一样 L39不仅块头巨大 其威力也可谓巨大 其配用穿甲弹 在300米处的穿甲深度为30毫米 除了可以打击坦克装甲车外 该枪还可以配用高炮弹和燃烧弹 用于摧毁敌方碉炮和火力点 同时L39还具有良好的射击精度 在300米处五发弹的散步直径为300毫米 如果是经过训练的优秀射手 甚至可以从高炮向敌方坦克炮弹 打开的上盖辐射 将弹头射住坦克内部 公开资料显示 芬兰一共生产了1900支L39反坦克步枪 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并不太多 但相对于二战中规模不大的 芬兰军队来说 这个数字则显得很可观 在整个二战期间 L39的损耗不超过30% 这当然得益于战事的爱护 即使部队在撤退中 L39也很少被遗弃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该枪受青睐的程度 要知道 在北欧的冰天雪地中 现在质量高达57.7公斤的枪身 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弹药机动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看来L39确实非常厉害 能够打击当时的坦克 甚至是武装直升机 二战之后 L39反坦克步枪开始退役 而1995年 南非研制的NTW-20型狙击步枪 虽然也是采用了20毫米口径 但是这种狙击步枪 则是显得更加的轻便 NTW-2型大口径狙击步枪 是一种远距离反器材步枪 该枪全长近1.8米 重量为31公斤 具有明显的南非特色 和拥有强大的火力 适合南非空旷广阔的平原使用 该枪共有20毫米口径型 和14.5毫米口径型两个型号 后者也被称为NTW-14.5 但事实上 不需要完全分解或改装 就能在这两种型号之间进行转换 只需要更换机枪 机管 瞄准 装置和弹匣 操作简单 不需要专门的工具 在夜战条件下 大约一分钟之内就能转换口径 但这两种型号在应用上稍有不同 20毫米型发射德国研制的MG-151 20毫米高射炮弹 也称为20毫米毛色炮弹 这也是现在南非维克托GA1自动跑 所使用的弹药 该弹由南非比勒陀利亚金属制造公司生产的 弹药种类包括高爆燃烧弹 高爆燃烧夜光弹 高爆半穿甲燃烧夜光弹和训练弹等 20毫米弹可以打击地面上停放的飞机 低控悬停的直升机 指挥和通讯设备 雷达 燃料堆放场 无装甲汽车等目标 而当射程较远或需要对付装甲输送车时 则适合使用14.5毫米型 发射14.5毫米高射机枪的穿甲燃烧弹 或穿甲燃烧夜光弹 在好莱坞大片第九区中 用来攻击外星机器人的大杀器 就是南非的NTW-20大口径狙击的枪 这也是该枪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上 一种枪能够在不同的兵种之间使用 采用不同口径的枪管 发射不同效果的子弹 这个理念并非是南非NTW-20所独有 美国的安奇奥怪兽 新型20毫米口径反器材步枪 就采用了这种大小口径相结合的方式 在现代陆战场上 由于轻型步兵战车 以及各种类型的通讯 指挥 运输 雷达 后勤保障车辆等轻型装甲目标日益增多 传统的步兵轻武器存在威力弱 现代繁器材步枪为单兵提供的一种 打击该类型轻型装甲目标 其车辆的有效手冠 这其中 安奇奥怪兽的威力 就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安奇奥怪兽是由美国一家名为 安奇奥的枪械技术公司研发的 新型20毫米口径反器材步枪 总长度为2.03米 机管长约1.25米 可使用14.5毫米 20毫米的狙击枪枪 发射特种穿甲弹和其他大口径狙击弹药 用于反轻型装甲和敌地面设备 其口径之大威力之猛可为引进接近火炮 安奇奥怪兽采用弹匣弓弹 每次射击需要手动上膛 其最大射程为4572米 此射程比早期的豪式反弹和导弹射程还要远 虽然该枪的具体穿透力参数一直未被公布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 该型反器材步枪的穿透力 足以在远距离打击 武装直升机和某些装甲车的能力 超远的射程也可以保证 其在与敌方狙击手的对峙中占得限机 目前该型枪械的对外售价为11900美元 此外 安奇奥枪械技术公司 还研制了该款20毫米步枪的轻便型号 不过其售价仍然高达6800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